最新食安焦点带您继续追踪 新店育龙城新马辣发生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日前有三个人同桌共锅 其中两个人呕吐腹泻 新北市卫生局派员机察表示发现有缺失 另外现场也有抽验食材 目前还在等待检验结果出炉 而这家店其实今年4月份才发生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一年内第二度发生 遭到卫生局要求停业进行改善 对此业者回应说 已经向客人表达关切以及慰问 会积极配合政府单位查明原因 我锅里满满鸭血以自助吃豆宝 打响名号的新马辣 惊爆一次食物中毒 这个月12日民众到新店育龙城新马辣用餐 三人同桌共锅 事后其中两人出现呕吐腹泻等状况 就医治疗后已返家 对此新北卫生局前往这间新马辣机察 发现店家有医务置于作业区等缺失 若借其人为改善完成可疑违反省法 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处新台币六万元以上两亿元下的罚款 并现场抽验相关的检体 由于同家店 今年4月也发生两位民众用餐 一次食物中毒状况 达到卫生局一年内两次规定 需暂停作业等业者完成改善 并经过审查合格后才能恢复作业 我就不要来啊 或者是那个厂商的名字叫什么 我们就完全拒绝 就减少来这边消费 然后用餐吧 空调什么都会影响 所以希望可以着重卫生这边再加强这一块 针对事件新马辣回应 向贵宾表达关切慰问 持续关心同行的贵宾状况 若是最高规格食安作业 会积极配合政府单位查明原因 就看后续卫生局抽验结果状况 就怕再先一波食安危机 在杨宗彦章元节新北报道